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起觉得替他开心 我们的新克立委许晓芯 谢谢钱中姐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晓芯 晓芯到立法院去 是大家众所期待 能够发挥最大的战力 那这个战力体头第一场 其实刚刚国会开议 马上就来的是瘦肉筋的遗云 这个实在是也莫名其妙 这个实验的发展呢 从台中市政府卫生局 从这个通路上面 卖场上面 检验出来的啊 就发现台糖的猪肉片里头含有 瘦肉筋 那结果呢 大家很担心 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 为民众把关的情况之下 台中的做法 居然被中央等于是打脸啊 或者是呛瞎的方式 非常高规格的回应 包括一整排 由王毕胜所带领的官员 开机者会来回应 甚至要求交出简体 好像是那种嫌犯 把那个仁慈交出来 什么之类的 这种感觉 那觉得 好像把这个方向误导成说是 台中市政府小题大做 或者是在污蔑 这个台糖合法业者 是这个方向 那结果呢 昨天晚上 刚刚巧新帮我们 update新进度说 台中市政府 已经公布了 22次简体的内容 那其实 像这种专业的议题 应该由专业来说 我只是纳闷 为什么台中市政府 邀请中央官员 一起到台中来复检 台中 中央拒绝 然后中央要去复检 检验的时候 台中市政府 希望派员参加 中央拒绝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呢 中央这次的态度 非常的莫名 怎么讲呢 我们地方县市政府 本来就有在做 相关的肉品鸡查 因为呢 乙型瘦体素 就是瘦肉精 它在全国 其实这个 西部特罗来讲 是不管是美猪 或是台湾猪 都不得检除的 那这个是本来 各地方县市政府 就有在做的事情 我们食安法里面规定呢 地方县市政府 是主管机关之一 那有责任 在地方上去验 这些食安 然后呢 验到之后 也有责任要公布 所以呢 它其实是 本来台中市政府 在一个例行的抽查当中 就抽到有一包肉里面 有这个西部特罗 乙型瘦体素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瘦肉精 那这时候就 面临到一个状况是说 好啦 那要不要公布呢 第一个 过年前 大家也都希望 这是一场误会 所以台中市政府 被非常谨慎的 包含是他们 一开始所公布的六次 还有前前后后的测验 其实总共高达了22次 那几乎是每一次 基本每一次 都有验出 里面是有瘦肉精的状态 所以呢 当上个礼拜五 公布之前 他们有通知中央说 我们有验到瘦肉精了 把具体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 竟然换来的是 中央政府暗示 这个台中说呢 你们是不是不要公布 他现在已经讲 王毕胜昨天发文 已经说他不是暗示 他是第一时间就提醒 台中市政府要谨慎处理 不要急着公布 谨慎处理 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呢 你叫人家不要去公布 这件事情了 压案 就有问题 就是黑箱嘛 就是压案 我举个例子来讲 台中市政府 他稽查的 他抽查到就这一包 他没有办法查到说 这一包 在其他消亡的哪些县市 有多少批 多少批次 卖了多少 然后呢 有多少人吃掉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中央主管机关 去查他们才知道的 假如说 我验到了 我验了22次都有 那我不公布 结果呢 他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请问谁要负责 真的 这个台中市政府要负责嘛 而且 这叫做违法 我们食安法规定 主管机关验到之后 就有责任要来公布 让民众知道 民众有知的权利 好 那如果说呢 好刚刚讲的严重 那呢 民众都吃下肚了 错过黄金的 包含是退货 或者是我检查 然后我不吃 的时间的话 那民众的食安 中央政府有要负责吗 没有嘛 标准只有一个 就是民众要吃的安全啊 是 所以说其实从 民众食安的角度 从公务人员不违法的角度 都是我验到 我按照你的检验方法去验 验出来有 我也用了最好的机器了 植谱仪 有 就是要公布啊 料底必须重研 因为这个是民众的生命安全 至于你找不找得到 哪到底 它的来源是哪里 是饲料吗 是瘦肉精吗 是屠宰的 当时的一个情况吗 这到底是哪一种 那是你中央要去查出来 你查不到 就叫别人不能公布 这就是罔顾食安嘛 那甚至说 比如王定宇 或陈廷飞 民进党的 他说 台唐要去告 台中市政府 如果这么一来的话 以后 各县市政府 我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 都没有人要帮你查食安了 查到有问题就被告 查到有问题是 不是解决问题本身 是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这就是现在这个政府 让大家觉得最离谱的地方 有啊 去抢会不是告了那个 揭发自己买到黑蛋的人吗 那说人家散布不实讯息 结果 结果 不起诉啊 而且呢 那个法院他们判断是说 那个照片并没有被变造 这是最重要的 当时有多少人讲说 要告 太可恶了 去变造 去引发社会恐慌 我要问一下 我们是要活在一个 假的乌托邦事件里面吗 如果今天县市政府 他检验就确实 遇到问题了 你叫他不要公布 来阻止民众恐慌 那我们就变成是最后 吃了一大堆 不安全的东西 在肚子里面 这样有降低你的恐慌吗 我觉得没有嘛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台中市政府 是依法行政 我们实安法 第三十九条 就规定 我昨天就打脸王必胜了 王必胜他们说 来肉交出来 给中央 其实安法里面 三十九条 里面写的很清楚 如果业者 对于检验结果 有疑意的话 事项主管机关 也就是台中市政府 申请赴业 而台中市政府 早就已经留好 要准备 让台糖公司 赴业的检体了 没有做任何 违法的事情 就是按照程序来 结果不按程序的是 王必胜 所以我昨天才讲嘛 王必胜莫名其妙 这又不是你想要去 验你的DNA 那就是了 你凭什么 不按法律来做事呢 更有趣的是说什么 验出来 这个还要跟你讨论讨论 还要说晚一点 公布好不好 还可以这样讨论的 如果我们的官员 都这样做的话 那抱歉 真的就第一违法 第二到处黑箱 我就问 难道你今天 假如说你有一个小孩子 验DNA 验出是你的 你还要跟原配讨论 讨论才算吗 验出来就是验出来了嘛 这个没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王必胜应该很有经验啊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给我们 这样的答复 显然 就是中央政府 是把台中市 卢秀苑卢市长 当成是他们未来的 头号公敌 然后呢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连盖牌 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 要强逼别人 你看 连检验 我们讲复检嘛 复检台中市政府就说 他们说 好 没有问题 我开放 我们这个还有两次 可以验检体的机会 那一包三百功课 好那 一个在我们这里验 复检 一个呢 到中央验 这个是已经超出 食安法的规定 但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我们的人 也要去看你们 还有第三方的公胜机构 一起加入 我们要记录下来 确认整个流程嘛 中央不让过去 太奇怪了 第一时间连台中市政府 这里要验的 他们都 他们都说 我们人也不要来看 这样在干嘛 又在黑箱 是啊 所以我又觉得说 这个不是就 大家直播公开来看 就好的事情嘛 真的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 盖牌 黑箱 有没有很像 当时的高端疫苗 那时候大家讲说 既然你那么厉害 那高端疫苗的 审查过程 可不可以公开直播 美国人家疫苗 审查的过程当中 都是直播 让大家知道的 没错 不要就是不要 还发动了 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投票表决主打 好险他们现在 没有国会可以发动了 否则的话 这个所谓猪肉的世界 说不定 又要再动用一次 这个表决权 就是用阻挡的方式 很难讲 所以我会觉得说 民进党对于 实安的把关 已经很多次 都有问题了 这看起来 好像是在保护 业者的权益 而不是保障 消费者的权益嘛 那重点是 一旦业者发现 有一律的商品的时候 第一个优先 是以怕侵害到 业者的商欲吗 没有没有 其实应该要先保障 民众的权利啊 民众不能吃到嘛 那业者的权利 可以用救济的程序 包括复减 接下来程序慢慢去保障 如果最后没问题 当然就还他公平 第一时间验到 哪有人 你看看昨天 王毕生非常积极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是 为了要保障 民众的食安 还是特定的 攻击目标 或者是为了求官位 现在内阁在改组 你看王毕生 昨天这天 深夜发出来的文章里面 大概是已经是 六个小时之前 深夜半夜 在发文 结论 我就看他结论 这句就好了 他就说 例行简单的工作 大家都会 但是面对危机的处理 就考验 所谓的 未来雄心壮志的 领导者 这讲谁 没有我就问嘛 那如果未来中央 假设你们有验到 任何的食安问题 你们是不是就是要盖牌 你们是不是就是很多 过去甚至 国营事业自己人 那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不听我们的 请在野党的 就查 如果今天 类似的状况 出现在高雄 王毕生会用 一样的方法吗 没错 会吗 还是说你的意思是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验出来 都不用公布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公布 原来有史 你不要公布哦 不懂多少没公布的 我再抽查几次 假如我抽查没有的话 那我也算没有 请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装作没看到 就算你验出来 仪器告诉你是 不可以跟民众讲 只要我中央抽查的 我中央验的没问题 那就一定都不存在 也不用再去查 不必去查 不必去查 到底有没有 饲料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偷用 到底有没有 就你都不必去查 反正 影响范围有多大 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他说不用 他意思是说 都不用 只要你如果验出 有问题跟我讲 我觉得没问题 就没问题 你们都别说 你心水这么好 他意思就是这样 那请问 这种情况 你比较恐惧 还是验出来说 告诉你 提醒你 找出问题 让你才能真正安心 这样难道是 制造社会恐慌吗 所以民进党 从疫情期间 就拿制造社会恐慌来 盖了多少牌 骗了多少人 到现在连食安的问题 都要用同一种方法骗 有没有发现 都是同一个单位 就叫卫福部 卫福部就是这样子 卫福部照理来讲 就是最应该 要把所有资讯 透明出来 才能让大家安民心的 结果没有 他整天叫人盖牌 疫苗 疫情期间也要盖牌 当时还什么 校正回归 大家还记得吧 疫情期间会死人的 你也说要盖牌 食安问题 会影响大家健康的 你也说要盖牌 当卫生福利部 最应该关注大家 健康的单位 每天吵着要盖牌的时候 你真的安心吗 我是很不安心 你要想想 因为到了白天 昨天下午的时候 王必胜 他们开期节会 发新闻稿等等 都是呛下 就是用那种 有点黑道老大的概念 在呛 你给我交出来 拣起22次 结果要交出来 一副怕你不敢公布的样子 没有 人家早就都准备好了呀 昨天晚上公布了之后 到深夜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 简体 他还是照样这样讲 我们绝对捍卫人民的实案 但是 这个是明显有疑虑的数字 在时间许可 应该要慎重考虑等等 他已经直接讲 人家有瑕疵 他已经公布完了 你根本就还没有验 你怎么说人家有瑕疵 那请问台中市政府的实验室 有不合格吗 请问他们检验方法 有问题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 王必胜为什么不敢讲呢 你可以一口咬定说 我认为台中市政府实验 做错 或者你造假 你敢的话你可以大声讲 可是我们目前看到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单位 根据刚才两点 做出任何的表述 没有 但是你就是 在这个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就说这个数字明显有疑虑 为什么 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因为我没验到 中央没验到 就可以说地方验的是错的 我们都有站在前线 不想交接 对我们有战功 门面 我一直就是有小三 然后还可以升官 这种门面 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代表着民主党的价值 就是这个价值 有没有专业 本来过去大家 一开始他疫情出来 什么来参与的时候 还说防疫英雄 这个专业是无可比拟的 结果这段时间以来 他所展现的专业是什么 那显然这个进步神述的是在于 政治斗争这一块 那要求官 要保官位 还是要斗地方政府的首长 不知道 可是感觉起来 这个过程里毫无专业 而且我不小心真的还是忍不住 再多讲一句台唐董事长 这个角色 出来说 哎呀养朱养了三十一年的 这位台唐董事长 他过去是高雄市政府秘书长 应该说是还后来升官 做了代理市长等等 就是民进党的御用人马 那哇 公务员结束之后 可以去台唐当董事长 多么爽的缺 这就是民进党 只要是自己人 你曾经帮我们有战功 帮我们护过任何个议题 然后我就让你 这个塞好塞满各种的位置 卡好卡满 都可以这样领的爽歪歪 那小老百姓呢 我连我吃的猪肉 安不安全都要被你盖牌 见鬼了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长 你们接下来在立法院 因为你们也建议 让你台唐里面问题 你也去告嘛 可是你现在连副检都还没完成 告个什么告啊 没有那是 腾情杯跟王定宇说要告 莫名其妙啊 我就说 这个啊 养朱贤会也呛告啊 就是要塞囊大家去攻击 就是说 照理说 不管中央地方 都要维持 这个检验机关的公信力才对 那现在以后 如果中央检验什么 有问题的话 就先向大家 连署地方 或是业者 来 说他的有问题吗 哪有人这样的啊 他直接上 副检结果都没出来 他们就说要求场 不是啊 我是觉得说 今天有验出来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那你中央验没有 你就告诉他没有 地方验有 这报就是有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有 凭什么说中地方没有 中央没有验出来 所以等于地方 这个是假 那你要等于哦 Oscar 黄 小心在 新年快乐 TL的超级留言 谢谢你 主要比对台中跟卫福部的记者会 就会知道 谁检验 谁有验 谁没验 美凤到立愿 谁是美凤啊 我 查一下他每周六的行程 和公务车的使用记录 就能看到猫腻了 为什么是美凤啊 因为以前我的旧的名字 哦哦哦 好像有 在那个伟中哥的节目 他问我 谢谢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壮胸网 千秋万事 今天邀请的是 立委 徐晓星 浅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在谈这次 瘦肉猪事件 被说是遗云的时候 是觉得不可思议 我一从头发展事件的开始 就觉得怎么这么的瞎 不可思议的发展是说 当地方的卫生单位 检查出来 肉品有问题的时候 理论上是应该一致啊 比方说台北市政府 就预防性的紧急下架 那呼吁不要 呃有这个 过度的政治考量 应该以食安 为基本的标准 可是呢 其他在民党政府的部分 立委跳出来 好像在打选战 一样的攻击 哦 然后你看 这个自由时报 就写说 哦 冲袭买气 养猪协会 呛提告 哦 然后王毕胜 食药署这里 甚至标题 媒体标题是什么 哪里来的瘦肉精 哦 然后说 这个中央所验出来 完全没问题 所以在这立法院里面 变成蓝玉工坊 这是莫名其妙的 因为食安 哪有颜色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 就像是 在立法院里面 像我们昨天开 党团记者会嘛 那国民党团跟民进党团 两边都开记者会 国民党团呢 包括傅婚级总招 黄莫凯书记长 然后有我 罗志强 然后张家俊 然后葛如君 廖伟湘 大家都出席了 你看我这样数起来 七个人出席 几乎是把我们那小小的 记者会的这个 这个桌子 椅子全部坐满 塞满 很挤 那民进党那边呢 只有两个 就是陈亭飞跟蔡宜 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兴趣 他们懂猪肉 他们过去陈亭飞讲说是 美牛也不得检出 他们要零PPB啊 他们是不得 他们是说要零 他们要零 那结果现在验出来 真的有 那他们现在就说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要去提告 我觉得啦 民众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就是说当地方依法行政验出来之后 应该公布还是不应该公布 那你相信认真敬业的公务人员的抽查 还是你要相信外遇政客的说法 我觉得基本上民众是心里很清楚的 所以我再讲一次 你不能因为你中央没有验到 然后你就说呢 地方的那个是不存在的 是 对 他可能同时存在 他可能就 不同的通路嘛 对 他可能就是刚好 比如说有的猪他代谢掉了 刚好这一次假设说 他代谢情况比较差 所以有留存 所以你找到一点点的猪丝马迹 是 那我们应该中央政府做的是什么 努力去把这个猪丝马迹找出来 如果你能够真的努力的找 就算花点时间找到源头 一直类似的情况发生的话 那未来台湾的食安 就会做得更好 我们期待的中央政府是这样 结果包含台糖国营事业 第一时间先甩锅给建工肉 信工肉品说是屠宰的时候被污染 第二时间呢 又说我们没有绝对没有用 然后呢 是这个中央抽查都没抽到 去查没有 所以你看地帮干嘛那么早公布 就变成这样 如果有一天解密了 发现曾经 我们在这个2024年曾经 有瘦肉精验出来 台中市政府 然后结果呢 跟中央共同盖牌 不告诉你 如果你在一年之后 知道这个巡警 你会不会很愤怒 你绝对会很愤怒嘛 所以该不该公布 就算今天中央全部查了一次 都没有查到 只有这一批有问题的话 那也要查出原因嘛 至少你让大家 现在对于猪肉的情况 比较安心 知道你有去查了嘛 所以中央政府 因为地方的市井 而去做更多的稽查 是好事啊 当然 你不感谢地方政府认真稽查 你还反过来 叫人家说 你干嘛去查 那以后这个各县市政府 大家都不敢查 不去查的时候 请问我们的市案 是比较有保障 还是比较没保障 而且总觉得 我们的这个政府机关 力气花的地方 让我常常很莫名其妙 例如你每次都出过回国 有没有发现 我们强力在稽查 什么猪肉啊 相关制品的时候 在楼梯口或任何地方 哇花大量的人力 还有印刷品在宣传 一直就说 他们防堵 猪温进到台湾 有多么的有利 是苏贞上重要的政绩 所以不管是文宣品 逼着这个游客 要拿这个各种卡 很麻烦的程序 或是大声工艺在旁边 你检查 里面有没有猪肉松 我们会说 这种事情就非常的严谨 可是当你的国内的猪肉 产生有问题的时候 的态度却是 先不要过到家了 嘘 不能说 以后再说 然后还有大家在问 之前进口的美猪 到哪里去了 哪有西产地的嘛 当时就有美猪 然后被包装成 加拿大猪的情况 所以大家才担心说 有没有可能 有跟这个有关系 是不是也有 混冲标签 甚至是买了 其他的来源 当然台湾现在 延斥了 混冲美猪 那问题是 好吧 那你不能怪别人 有疑虑吗 那因为你这些产品里头 一旦一向有问题 这种实案只能重研 没有从宽的道理 不能从宽 而且你现在中央的意思是说 只有我中央可以验说有 因为中央验出有的话 就是中央认真计查 中央认真帮大家把关 你地方验出有的话 那你可恶 你是不是要对付我 如果我们的中央政府 都用这种态度 跟地方合作的话 那抱歉 他只会产生更多的对立而已 台中市政府他去验 他不是希望验出来 我讲了嘛 除了第一时间 他公开六次之外 他其实整个猪肉上机去测试 其实有高达22次 那他可能剔除了一些极端池 然后用检验跟公告的标准 那确保了这个六次最正确的记录 之后公布出来 那你看他们验那么多次 就是他们真的很希望是一场误会 没有人想要检测出有瘦肉精 如果没有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的 没有人想要在年前惹上这样子一个风波 还要被你中央政府讲说 不要公布 还要被你中央政府讲说 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雄心大略的领导人 被你酸眼三鱼 没有 如果能够验出来是没有的 台中市政府觉得最好 最安心不是吗 结果但你22次里面验出都有 你能叫人家不公布吗 没有办法吗 做不到吗 你会带头让整个公务体系违法 而且罔顾人民的食安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中央政府现在真的让大家 再一次看到他 你回想过去包含疫情期间盖牌 包含采购疫苗盖牌 包含鸡蛋盖牌 包含美珠席产地盖牌 到现在你会不会觉得都如出一策呢 他们用不要制造恐慌这几个大字 然后去叫所有人都不要 他们自己制造恐慌 对吧 没有做好的事情让大家知道 其实在遮掩政府失能失职的丑态 为什么我们要去帮中央政府遮掩 一点到底都没有 我们存在的原因就是要监督 就是要发现问题 然后呢 要求政府去补破网 补漏洞 找到真相 结果你不去好好的查真相 补破网 你反而回头过来指责发现问题的人 你不解决问题 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就是现在民党政府给大家看到的 民党的有问题的人真多啊 比方说光是最近提告的人好多 所以昨天晚上看到最新的事 黄耀明也被告了 对 是说 他说传说听到 有人在为了要国会议长投票 这个过程当中等等 我不晓得那个有什么好告的 那黄耀明讲说呢 就是有人来接触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然后用了这个高达八位数 然后的这个天价 希望可以这个动摇 国民党立委的投票意志 那其实我建议 到时候这个黄耀明出庭的时候 可以直接传我 因为我在议场里面就听到大家在讨论 我们大概有五六个国民党的立委 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同样的说法 他讲的还少的了 因为我们就只听一半的东西 我们不能全讲 但确实你说 包含是过去新闻 有没有讲说 绿的有想要来接触 有吗 包含我们国民党的立委 在议场里面 甚至在节目的录影过程当中 都讨论到 有外人来透过管道 希望影响一些国民党的立委 我也听到了 对啊 那他有查证吗 有啊 所以欢迎这个黄阳明能传我 那他是选后第一个被民进党政治提高的 还求偿百万 这种给他恫吓压力的 这种意图非常明显 我觉得这个是在转移 民进党被民众党告的焦点 因为民进党有没有 他们的这个友人 透过管道 想要去动摇 这个民众党的投票意志 有吗 这些人自己都跳出来发字 白信都承认他有啦 那所以说就被 后来就被告了嘛 那不管反正民众党要告他 他们有自己的理由 但总之 民众党告了民进党之后 民进党想要赶快再告一个人 民众党也是求偿百万 对 你看一样的求偿百万嘛 所以才挑了黄阳明嘛 因为他可能不敢告我 因为告我的话 我就叫我其他立委同事 一起出庭作证 就还弄越来越大 弄得就跟这个 这次的绿板电话门一样 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动辄就用提告的方式 明明对方是有善尽查证义务的 你民进党的发言人不知道 可能是你层级不够高 不代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会觉得 这整个过程当中 民进党最近 他们是越来越极端化 越来越狂暴化 这是我很深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走向灭亡的过程 就是当你越来越极端 然后越来越同温层 越来越走不出去 很多中央地方 可以共同协作的事情 你不愿意 然后产生更多的对立跟对抗 在这个赖清德民意只有40% 但是国会的在野党的民意 总共有6成5的时候 你跟4成的民意 跟6成5的民意对着干 我觉得不会比较好 其实过去来一直都是这样 例如那个在网路上面贴文 吃到黑蛋的消费者一样 就政府恐吓你 有续强会 由公家机关去告一个民众 对于消费者可能受到侵害的 这样的行为 不可思议 这是过去不可能发生 就像过去这个行政院 怎么可以这样 羞辱国会议员 一样的概念 然后你看现在 当有民嘴提出来说 你在过程当中 民进党想要用金钱 黑金 去影响什么选举结果的时候 他就先提高 又求偿百万 那跟绿白之间的问题 还不是也是他们自己 先呛出来的 对啊 他直接丢出来的 然后就弄得很难看 弄到林佳龙跟卓龙 看乃至于赖清德 都很难看 那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想 如果民进党 他们会透过管道 想要去说服 白银的人 不要投给韩国瑜 江启臣 那有机会 动摇国民党的几期 他们会不会 我也听到很多 还好 真的还好 国民党的人 最后守住了 不然就真的难看 打包回家 是啊 所以我就讲嘛 不管你是 我没有去指控 就是民进党的高层 或什么的来接触 但你有没有 透过包含什么 有人呢 你看这是白银的 就是有人 朋友 民间人士 那你想要去影响 选举的结果 那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做过 这样子的努力 我据我们了解 包含新闻报道里面 都有提到 因为官司真的很多 最近有很多这种烂诉的 其实我还是认为 柯P他们去告民进党 昨天在节目上 他们说 哎呀没有 我告民进党 只有告吴哲 没有 他告民进党 然后告两家媒体 告两家媒体 不只是告媒体本身 也告了媒体 这公司的负责人 所以这种告法 要做民事损害赔偿 蛮难的啦 我告成要件 在法院自己去争议 但是就是说 法院检查官的案量 真的很多 一天到晚 这些你们口水来口水去的 就要到法院去处理 但是这件事情 就比较严重的是 王向心夫妇 他可不是口水来口水去 他是平白无故的 被积压留在台湾 行动被限制了三年 对 那而且被走出出门 可能是哎呦 还说是供蝶 供蝶洗钱 资金也被冻起 他没有办法去管理他的公司 对不对 结果他终于无罪 出境了 他现在跨海告王立强 那北检 这个马上就 包括当时当政人 去代表王立强 所以举证 说真的有 如何如何 哪里的资金如何 好生是员工 就真的很夸张 就是这个剧本 如果他真的只是 连续剧剧本的话 那就算 他这个向心夫妇 现在他说根本不认识王立强 然后也不是员工 然后莫名其妙 就可以变成一个共谍 这个很瞎 很瞎 所以你看选举期间 就各种事情都会发生 2020年有向心夫妇 王立强案 一直等到选后好多年 才还人家公道 那你把 我们是民主国家 你把人家 这个积压这么久 有没有跟他道歉 有没有跟韩国瑜道歉 是啊 那选举都选完了 2024年也一样啊 也有那个什么 就是什么 卫星飞弹搞错的事情 你一个国防部 你可以去把 卫星说成是飞弹 你可以去把防空 说成是空袭 某种程度 你就是在催化 你的南部的支持者 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出来投票 去打这个恐吓牌 用国家机器嘛 不然 卫星跟飞弹 有那么难分吗 国中高中的学生 都会背的单字 国防部会搞错吗 你发给全台湾 所有的民众 所以这个事情 难道没有人 要被究责 不用有人下台吗 所以也没有 对党有功 这个发了简讯的人 对民进党的选举有功 号称在南部很有影响 看起来想要操操了事 但我们是不会 让他操操了事 未来是要持续追踪 这整个过程当中的真相 可是我觉得就是政府好大 我们好小 我们能怎么办呢 比方说现在消费者光个猪肉 都被弄了抹罗生门 然后相亲夫妇呢 我只是想他跨海告王立强 王立强人去投 你怎么告啊 你到台湾来告是没有用的 其实他的告要告政府国家赔偿 剥夺 侵害了他的行动自由 王立强你现在告他 人都找不到 他到底是被澳洲遣送出境 到哪去了 在中国大陆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那这个人就白白就损失了 这么多年的权益跟民生 是啊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在选举期间那么活跃的一个人 选完以后到现在这么多年 四五年来 萧生逆极 就直接人间蒸发 那他当时讲的话 有所有相信的人 你们不会觉得说 你们参与就被骗了吗 没有 很多人还不知道 就是谎言 就很可怕 就是可怕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 再立法院的表现 当然是全民关注 这些很基本的逻辑 跟大家觉得应该 道德最基本的 然后法律最低的标准 怎么到现在都被搞得 一塌糊涂 鸡飞成事 那再立法院 当然昨天经过了 第一场政党协商之后 包括开议时间 这些都决定了 所谓的四大金刚斗法 是今天这个新闻的标题 怎么看 接下来再立法院攻防的时候 对这些问题 不会再束手无策了吧 已经可以拿出办法来 为什么民进党最近这么狂暴化呢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虽然他们拿下了 这个总统大选的执政权 但是呢 未来在国会里面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像过去那样 为所欲为 遇到任何事情 就表决表决 反正我民进党人多 连高端疫苗的审查 都能够不公开 连要采购国外的疫苗 都可以反对 变成是这样子的好日子 民进党的好日子 已经过去了 未来在国会 势必会有更强的监督力道 而且像以国民党团来说 几乎每天都开记者会 像第一时间 这个猪肉的事情 台中市政府不是孤立无援 不是很孤单的在台中 在台北 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大家都站出来 用各种方式 包含是有法律提案的 有用区块链 希望能够修正制度的 有去调查整个过程 跟大家说明的 大家都站出来讲了 那我刚刚有举例嘛 民进党那边就是小鸟两三只 非常的孤单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呢 我觉得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那所以未来在国会里面 他很重要的是 他代表一个大的监督的力量 代表六成五的民意 要在国会里面反映出来 所以我觉得呢 为什么他们用尽一切的心思 包括那些独派的 就是想要阻止韩国瑜当院长 因为这是传递一个讯号 给我们的世界 说这里才是真正有六成五 民意的地方 不是总统府 那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就是觉得说 哇万一 这个游锡坤没有掌握 这个立法院的话 未来的议事 他们就是想很多 那我觉得你们干嘛想这么多啊 民进党政府把事情做好 不就得了吗 就你基本上国会只有监督的权利而已 我们不能去加你的预算 我们也不能去做事 所以只要你政府能够把事情都做好 你就不怕别人监督跟检验啦 你不能本末导致 因为怕别人监督跟检验 所以要把别人监督检验的权利收走 我是哪一部分过来说我要掌握 不能这样子嘛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赖清德未来执政做得很好 那自然大家在国会里面 你做的好的事情 我们不分党派也会给你掌声 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呢 好所以我就觉得 未来这个国会的生态 就是民进党科建名为首嘛 那国民党之边是傅昆琦嘛 再有民众党的欢国昌嘛 然后呢这个立法院长 其实我觉得韩国医院长 他初次协商的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就是说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调解 调和顶耐 这是立法院长的工作 他真的很好笑 他在说看着我的眼睛 对对对 你说不要生气 因为待会去看那个过程 是 柯建名已经动气了 老柯已经动气 开始碎碎念 开始越来越凶 那这个其实很不好 你知道吗 柯建名 让人讨厌的地方是他 自己在立法院待了很久 是老鸟 我知道 你意识规则很协手 我知道 然后就每天疑老卖老 欺负新人 很多时候 其实这种人 是让人家感觉很讨厌 就算你赢了一个这个 赢了话 那你有赢了理吗 你用这种态度 就是说你民进党 已经不是国会最大党了 你柯建名还用那种态度 去跟人家民众党讲话 其实是相当不妥的 所以陈昭之我开会的新闻 昨天在开会的时候 陈昭之跑去跟他吵架 我跟你交情这么好 我好朋友 你为什么这样弄我 为什么要让我的票被宣告无效 害我现在被追杀 因为今天民众党要在开扯借文会 那个也是很搞笑啦 但是其实当下的状况 是包含黄珊珊跟林国成 都叫他不要这样 所以民众党并不是鼓励陈昭之这么做 陈昭之这样子的状况 是有点好笑 但是呢 民众党也有注意到 就跟他说不要这样子嘛 那民众党他是提出一个争议 就那也是他的权利 他们可以周万来有说 你可以用书面的方式表达你的意见 那后续大家再进一步的去做审查 或什么的 就你民众党该所拥有的权利 你一样要让他有啊 所以老婆用那种态度 去骂人家做什么呢 所以韩国瑜才说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不要这么生气 先冷静一下 冷静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韩国瑜包含是 他们在协商这个开议时间 也很有技术性 很有技巧的达到 大家都能够接受 未必是三方都最喜欢的日期 可是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日期 那所谓的协商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什么政坛交情 比方说柯建民老柯 还自己自曝说 当年他在最困顿的时候 人生的低谷 韩国瑜送了两框菜过去给他 然后呢 之前还不是怎么的攻击他 抹黑他 骂他 没有什么政坛的交情 到了这个政治的屠宰场上 大家各凭本事 站在民意的监督角度吧 对啊 我讲个更好笑的好了 我们现在国防外交委员 像我也要进去嘛 嘿 以前那个 最爱吵闹的王定宇 他最近面对媒体突然讲说 其实我们也没有差那么多啦 我们都要好好的来沟通 嘿 国防部要好好跟个别立委 都要好好沟通喔 我们要大家为了台湾 要理性喔 好假喔 突然变这样 真的有人要进来定你 你没有办法再为所欲为的时候 你就突然说 我们大家都要理性沟通讨论 国防部赶快去沟通 平常时的时候 人家凤姐你一个预算 依照立法委员的职权 要求你说明 不说明洞贤你预算 卖台 怎么可以去挡国家的潜见预算 挡国家的军事预算 就完全变一个人 所以立法院里面 不要让民进党变成多数 还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巧希因为刚刚上任的时候 记者反问他就讲了一句 我不会只有监督官员 我会监督立委 对啊 我就帮大家 眼睛帮大家看看这些人都在搞什么 因为之前罢免陈伯伟的时候 然后我就去把陈伯伟过去的咨询记录 全部看一次之后 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荒唐 然后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所以未来就是我就会帮大家去看一看 说王定宇都在做什么 喜欢关心王定宇的人 也可以多关心我 我会跟大家分享 例如房租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Heddy有那么嚣张 现在完全变一个脸 他听说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们都是为了台湾好 哇塞 是有知错能改 在盖了 过去八年大家嚣张 我们再把Done念一下 秀丽 浅秋桥 进行转达 韩院长别再拱手了 他已经是院长 需要让以太上感觉到他的不一样 我们要拱手他的礼貌和客气 他真的礼貌 针断的柔软 不要管他那么多 你就相信他能够做好 你管他那么多帮手帮脚 对大家都听 因为担心他 所以这个话不要讲 那个手不要这样做 那个动作不要这样 他这样子 真的会反而卡卡的 让他好好做自己 然后欣欣说好想看民进党 在立法院吃安心猪肉火锅给你收看 其实我身上都有带这个 不能安心 跟大家分享 我身上还有这个 这是那个 我这也去买 好我们ending来谈一下好了 莱克多巴胺的 一起轻松聊新闻 要过年了 很想问巧新怎么过年 但他先教大家 吃粗粗之前 要先做什么才能安心 我有这个莱克多巴胺的快筛片 这是哪里拿的 我去买的 去跟那个实验室买的 我买一堆 外面就买得到吗 你要去跟他特别去订购 但是我就是基于一个说 如果有人在卖美猪的话 那我吃之前我就可以先测测看 他的验法是怎么样 他就跟快筛式剂一样 然后你就把那个冷冻 冷冻的肉等一下退冰 有一点血水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 滴血水是吗 还是肉 肉要放上去 肉上面有血水 有组织液跟那个血水 就是它会有水壮的东西 你就把它放在上面 它就会跑 逼着民众到这个地步 不然怎么办呢 对 我是很有实验精神的一个人 所以我这个我还有分发给我们的助理 然后跟他们讲 如果你们过年有吃火锅 有看到美猪的 记得点一盘 验验看 请问我们到底花那么多纳税钱 雇这些官员到底要干什么的 他们只是用来当打手 或是保官位 爽爽的在卡各种民间地方 就是绿共维稳 维稳 让大家安心 维稳 那到底安邦员 美猪到哪去了 或当初保证的各种食安 都真的很不重要 所以巧心 因为当然接下来有好几件事情 大家关注理法院的表现 那也有像有四位学者提出来说 不对 是好几位 不只是四位 是好几位学者 就抛出了 由左振东 对 周老师 然后跟这个李大中老师啊等等了 抛了四项主张的连署 那希望国民党能够改革啦 那其实国民党在立法院 上次我们在节目上讲 其实真的很担心 还好 还好 真的好险没有跑票 因为国民党至少要让人家感觉团结嘛 然后可以有党纪 有一致的行动 才不会托付 好不容易重新回到 民众期许你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角色嘛 虽然还不是绝对多数 那现在拿下了国会议讲的其次的时候 就被期待更多啦 比方说要求年轻化啦 在立法院各种的监督里头 先确定你能好好监督的时候 民众才有可能再度的放心 交给你有执政的可能性啊 我是蛮认同的喔 因为我觉得整个国民党的年轻化 它是一个趋势 是一个浪潮 而且还是不可逆的 而且是选民推着国民党往前走 并不是国民党想要走回头路 是可以被接受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主张是好的 那我相信党中央也会采纳这样的建言 因为也必须说 其实朱立伦在担任主席的这几年 他也蛮努力在推动年轻化 包含我们的党务主管的年纪 都有往下 包含是推派的这些 像2018年从议员 然后做了 选了连任之后 选上要挑战立委成功的 今年国民党也总共有十位 占了国民党团的六分之一 其实是一个蛮高的数字 而且国民党团的年龄 反而相对其他政党比较年轻 这个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所以就代表说当你推出比较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去参选的时候 民众会买单 所以我认为继续鼓励国民党来做这样的事是正确的 那未来呢 等我立法院比较上手之后 我也会继续做 其实我在议员任内 我就有开课 包含日之学书 国安青年智库 然后玄战营 这都是我自己自桃摇包去做的青年赔例 那等我在国会比较上手以后 那我会继续做 就是说我们也应该要再把更年轻的在学校里面 对公共事务有兴趣的人 人才再发掘出来 那让国民党能够有禁用的机会 让这个活水能够源源不绝 我看到的除了年轻化这一点 有一点我也比较有感的 叫做决策透明化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决策透明化才有共同参与的共同意志 才有往下团结 就是说你如果党中央做的决定 是大家一起共同意志做出来的决定 而不是个人或所谓密室协商 等等所做出来的结论的时候 大家才会有一致支持的可能性 那往下去走 才会更符合民意的需要 没错 所以我觉得说像公开透明 然后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问证 要比如我们凡事讲求证据 还有对话很重要 所以过去我们可能只依赖在传统媒体 但现在社群网络的重要性 是越来越高了 那我会希望说 大家都可以一起互相接触 互相学习 所以像最近我们在装潢办公室 我现在游牧民族没有地方去 因为办公室悄悄打打 你不进办公室是因为你办公室还没好 对 所以 没有人家没进办公室就去追杀人家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因为他们办公室也还没好 油院长跟韩院长的交接 还在进行当中 前天的交接完我就可以搬进去吗 还要搬来搬去 所以像我办公室也是悄悄打打的进不去 那未来我自己办公室会做一个直播间 那这个直播间就变成是 比如我们上午咨询 那我咨询完中午就可以跟大家报告国会的状况 然后还有我们下午这个礼拜 我们要做什么 就用最快速的方式 那希望带国会的最新咨询进来 再加上我抽到的是在中心大楼 我们那一栋有80几个立法委员 那国民党也很多 楼上就楼下 是用谁的办公室 原来是谁的 刘兆豪 刘兆豪的办公室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楼上就楼下 就很容易可以聚集很多人 那相关的人我们就把他找来 就可以直接透过社群网路 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国会的动态是什么 那也让更多的网友 能够更认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对所以像我都直接跟他们讲说 你们就不用特别在做直播间 就来借我这一间就好 我会好好弄 你就直接来借我们家 因为像国会频道是后来有预算 也是在野党立委要求 国会频道 但可惜就是 当然就需要的人 还是可以从这里取材 从这里知道 在质询的全貌 而不是被截断的少部分 那这是一个管道 但其实说真的 大家不见得这个管道是 那么多人会看到这个频道的 反而是直播 现在是网道 更多的讯息可以从这里出来 直播啊 或是短影音啊 或者是说你第一手的观察 就是让人民知的权力 能够持续的被彰显 让我们在立法院里面的工作 我们的修法的方向 问证的方向 一般民众他也能够理解 你的主张 然后现在目前立法院的动态 我觉得是接下来 国会蛮重要 其实像前秋姐就有讲啊 就是以前在 这个国会里面 大家每天都在连线啊 我们早期在跑政治新闻 早期 你早期多早 没有大概 其实就十几年前而已 那个时候的国会是 意识是受到 所有媒体高度关注的 因为他重要 而且在也执政有工房 常常有一些重要的议题 只要公听会等等的 大家整个上午 几乎这个新闻台都看到 就可以大篇幅的看到 立法院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在审查什么案子 是不是值得民众的关注 他重要 可是这八年来 几乎是被碾压 因为没有什么好讨论 或者是甚至民进党 也不想让你多讨论吧 以至于这些新闻 几乎消失在频道上 我每天只看到什么车祸 我要监视器 国会这么重要的地方 在帮人民做决策 民众需要知道 我只能转去一个 很远的远方 叫做国会频道 才能看到资讯的时候 这当然不是常态 那如果把它回到 政策的讨论 在立法院攻防什么 可以变成一个战场 让媒体可以有 这个多一点的资讯 跟转播 就除了媒体新闻的部分 你自己的直播 至少会另辟一条路径 让民众了解 对啊 所以像我的第一支援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是希望进到 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未来的话 像我就希望说 跟我们国民党的立委 大家互相配合 比方说像陈永康将军 他是很专业的 这个国防外交 国防的人才 那他可能针对 专业性的部分 他可以追得更深 那像以我来讲的话 我的诉求就是说 民众一般关心 能够听得懂的 国防外交议题 我希望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让我们的官员能够清楚的回答 就追踪他们这个部分 那就变成是说 假设是一把枪的话 那陈将军他可能是枪 我可能类似于像子弹 这样子一个分工配合的模式 我觉得能够极大化 整个国民党的战力 那所以未来 就也会希望说 用一些比较这个 大家关注的议题 让大家能够聚焦在委员会里面 对所以像现在 我们大家都还在规划 这个整个党团的战力 但我觉得今年的 这一届的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 非常非常的团结 而且大家都很踊跃 像今天上午 应该等一下是开那个 恢复特征组的记者会 那要去参加的人也相当的多 然后我们也不会一窝蜂的去挤 就是说 比如说昨天参加过 今天换一批人 他轮番上阵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 过去选民 蓝营的支持者 对国民党很无足的地方 觉得你们怎么一团散沙 但现在可以看到 或者是开了记者会 没有中 没有中 报道不出去 其实像昨天 我们在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就我们这里 媒体所有都在 很很挤 然后同时另外一批人 也是所有都在 在韩院长那边 所以看起来 立院的生态是 越来越丰富 直变 对 然后想要被报道的版面 曝光越来越多 那问证的量能 我觉得也会 持续持续不断的增加 我有点很坏 他说早期是清末民初 没有啦 人家也没有那么老 最后一分 一分钟了 所以接下来 像在野 蓝白河 那当然绿白河崩 但蓝白河 接下来 目前看起来趋势如何 目前我们在 招委的部分 应该就是以国民党 自己的委员为主 但是国民党的立委 当招委 不会不排民众党的案子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因为议题是民众关心的 就要一致 议题民众关心的 只要是对人民好的 不管他是哪一个 政党的案子 我们都会排 所以在议题 法案 问证上 蓝白未来 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但是呢 在所谓的这种 什么交换 比如说这个 招委 离让 上面呢 我们就是以国民党 自己的立场为主 这一点呢 很坚定 就不会动摇 嗯 这才是所谓 少数 服从多数 但是多数尊重少数 那因为这有都有 各自代表的 民意的基础 非常期待 新国会 植变以后的 这个 问证品质 小心加油 大家平安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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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